下集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硬度为时的勺子 这个是在南方来说是挺硬的 我现在在南方 在美丽的苏州 以前在北京 所以在北京的话 这个是挺好的 在南方就需要放一段时间 之前的这个勺子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14 你看我从机器上下来 没有修太多 就可以用了 然后这个封口也可以看一下 差的这么多 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封口 这个明显是不适合人的嘴 我在北京很干燥的情况下 它会非常快的衰减下来 但在南方 就不那么容易 因为空气的湿度比较高 你看一下 我这个房间68 66 我一拿它更湿了 之前还更高 好 这个我们那天已经修了一些了 所以说 基本是这个套路 基本是 我希望你们能看清楚 当然这个刀工 不是一天能够练成的 关键是在于这个刀工 所以最后的调整的这一下 比较难 我在刚学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削怀哨子 不经意的就削掉了脚 当然了那个时候的刀也没有现在好 我自从有了 这是我第二把这个安藤的刀了 自从买了这个刀 就是成功率会比较高了 所以刀也是很重要的 要快 要锋利 然后呢 像这种刀呢 太锋利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刀片非常薄 你往下切的力度会比较多 我们这种专门修哨子的刀呢 有一定的宽度 它的刀刃呢 其实跟那个不是完全一样 不是切的 是往前推的 所以说 会稍微的安全一点 都侧过来 可以看一看中间有多厚 然后呢 你看今天我这个刀已经磨好了 这把鱼也是完全可以 胜任这个修哨的工作 当然敏感度上 因为它比较大嘛 它比较怎么说呢 让你觉得物有所值吧 这个价格买了这么一大块 这就可以用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不说跟你一辈子吧 但我觉得一二十年是可以的 因为我第一把安藤的刀 安斗用了十年 还是在我不会磨的情况下 是几个朋友吧 我也 然后我也磨 磨坏了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救回来的 所以救回来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之后就 我这把我也就懒得磨了 比较懒 看这把的这个灵敏度 还是会更高一点 因为它小嘛 你看小这么多呢 是吧 那价格还比这个高 各有所长吧 但是这个安斗呢 这个钢稍微软一点点 我就不用它去刮那个皮 因为非常的容易炖 但是你如果只刮这个 只用来精修哨子 最后这几道呢 它是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它对你手上的这个反馈 我觉得非常好 有了这个刀之后 我就没有再试别的刀了 除了这个鱼龙 因为这个也是一位朋友做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刀 我觉得 反正你只要找到一把 你适合你的就可以了 好 再来试一下 我听这个声音还是比较硬的 我觉得这个哨子 今天就应该是修不好 因为它这个风口也非常的大 所以呢 你要按住 捏住 如果你想要风口小 捏住这个地方 然后再轻轻捏一捏 不能直接捏啊 直接捏可能 很容易会劈 会裂开 这样的也要很小心 要 要 烧片湿润了之后 再这样捏 基本上还是非常非常硬的啊 哈哈 你只有沾水了 比较湿润的 你才能够看到这里面的哪些地方需要去调整 薄厚 那同样呢 算了不说了 那个什么 要几连呢 然后你们的支持是我的动议 只好利用非常好的假期 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造福学over 学双方馆的朋友们 那我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我们这个播放量 或者点击率啊 不可能跟一些大众化的那些去比较的 但是呢 我们是比较专业的 有这个 专业的这个需求的啊 一些人来看 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B站呢 确实也给了一个这个挺好的环境 非常多的内容 非常多的内容 有趣的内容 什么都有啊 专业的 大众化的 不专业的 还有各个领域的专业 我最近也在关心这个 声卡这方面 之后想要对声音方面有更好的追求 就是要让它软下来 其实它还是太硬了 所以这种硬度的哨子呢 可能在这儿就要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才会用啊 非常的厚啊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呢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下面清理一下现场 谢谢 再见